这是别人家的无花果树 直径八九米 诺大的前院被占领了一大半 夏天时果实惯满枝头 十分令人羡慕 主人家分享经验说很少修剪 只会训练枝条向下涨方便采摘 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得到的建议是 一定要修剪 甚至大修到只保留几根粗枝干 就像这样似的 那么无花果树是否需要修剪 特别是需要每年都大修吗 我觉得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 如果是五年以上的成熟植株 并且有足够大的空间生长 那其实也不必剪很多 因为很多无花果品种会结两茶果 初夏时的第一茶果是结在老枝上 特别是一年生枝条上 如果全剪了 那么错过第一茶果也太可惜了 尤其是对生长季短的地方 就要更保守一些 因为很可能第二茶果都没有足够时间成熟 但是如果树本身结果不忘 或者是想要控制树形和规模 尤其对树龄三四年以下的 那就要好好修剪了 从而使得在心枝上生长的第二茶果 得到更多营养 因为第二茶果在很多地方 对大部分品种来说都是结果的主力 先来看看两茶果的不同 这个是第一茶果 长在一年生老枝上 而上面这些小果呢 就是第二茶 只长在心枝上 在秋天成熟 这个老枝上的第一茶果就看得更明显了 现在树叶落光了 就更容易看出新老枝的区别 颜色发白的是老枝 棕色的是去年长出来的新枝条 从今年来看就是一年生枝条 这些粗的呢 肯定就是两年以上的老枝 这个是被我去年修剪了的 去年的第一茶果就是结在这里 而这些当年生的枝条上下秋时结满了第二茶果 花了这么多时间讲解老枝和新枝 希望大家这次都彻底搞清楚了 这也是我们在给乌花果 剪枝时需要明确的最基本概念 另外一个小知识点 就是在乌花果树枝的结点上 每个都有两个眼 一个会结果 一个长枝叶 剪的时候呢 要在节点上方三厘米左右的地方下手 有人强调要45度角斜切 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 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些好处 关键是要有衬手的工具 让断口干净整齐 我基本是用这把剪子 确实贵一些 但特别好用 锯条呢 就用来对付粗一些的质干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要挑选 你希望长出枝条的那个节点 新枝生长方向最重要 要向外而避免向里 剪枝的时机跟大部分果树一样 最好在冬眠期 而且前后几天晴好天气里进行 在我这里一月份很合适 可以避免伤流 也就是它的白色枝叶流出来 我的这棵五花果树 是朋友家的千叉枝种成的 今年应该是种下地后的第五年 因为空接不够 同时想要将高度保持在两米以下 所以我是每年都要做修剪的 这是前年剪完后的样子 这是去年 基本上 从主干上来六七十公分的地方 就必须要培养几个侧枝干 在每个枝干上面再长结果枝 如今这个规模对我们是非常合适的 保持住就好 所以第一要做的就是截短枝条 首先是高枝 一般建议至少去掉一半 从我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 我希望保持在大概一米三左右的高度 确定了这样的基本原则就可以放开剪了 这样剪过后 那些在高处交叉枝条的问题就被自然解决了 不过这两个交叉枝就专门来处理一下 确保新枝条的生长方向不再打架 像这只直立向上的枝条 很快会跟上面的枝条碰到 就不要了 这个小的直立枝也彻底去掉 这根枝条是向里长的 很容易造成交叉 也要根除 这只快长到菜地了 要缩短 这部分影响到了月子走道 都必须去掉 这只即使方向走势都很好 也不能留 我希望它能从这里向上长出分支 所以要在这个节点上方来剪 这根一粘身枝条向下向外长 需要从最底部剪掉 而上面这只就可以留着 让它斜着向上长 这样大致剪完之后 需要再整体观察 看看还有没有疏漏 或不平衡的地方 比如这两只 本身走向都很好 但靠的还是太近了 所以还是需要很心 把上面这只取掉 这样粗的枝条就需要上巨条了 我今年其实很犹豫 要不要把中阶这大只取掉 从中空的要求来看是需要的 但我想想还是打算今年再保留一年 等到后面那两个侧枝干更强壮一些再剪吧 今年应该还是可以的 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无花果属于生长旺盛的果树 但一次砍掉太多老枝条 会给树本身带来很大压力 所以大修不必粘粘做 特别是对气候不如加州佛州暖和的地方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保留了一些小枝条 在天朗的地方它们很可能会动坏要剪掉 但我这里就没有这个烦恼 它们明年会接着生长 就会像这枝一样 同一枝条下部分是一年生 上部分就是新枝 一根枝条结两茶果 另外如果你像我朋友的无花果树一样 底部长了很多这样的土长枝 那就需要全部剪掉 我的底部一直都是干干净净的 我猜想是因为我俩的浇水方法不同 朋友生长季每天自动浇水 我则是十天半月甚至二十来天才浇一次透水 就是用水管滴罐放一整夜那种 好啦 今年的无花果树的剪制工作就算完成了 这几天我这里天气晴好 非常利于伤口恢复 希望今天的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同时千万别忘了施肥哦 祝约大家都能有个丰收年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